12月8号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是一个我们的全自动四面封指数包装机 可以用于包装KN95平面口罩等一系列 指数产品四面封的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有个优势 它就是左右对齐它不需要切废料的 但可以最多的话 平面口罩可以节约19%的废料 KN95的话是节约15%的废料 这是我们机器最大的卖点 那还有我们的机器是非常好调剂的 那现在呢由我跟我们的工程师 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这台机器 OK 唐工我们的机器的话优势是 我们的速度是多少呢 每分钟 速度每分钟100到120 每分钟100到120 对 每分钟100到120 那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呢 我们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个不用不需要切废边这样的 像平面口罩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10% N95的口罩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15%的材料 然后平面口罩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19%的材料 那我们这个机器的话呢 我看到的话 我们机器是比较小巧的 有的人那个价值会很高 对不对 我们的结构会不一样吧 结构有所区别这样的 从哪里看呢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哪边 整体上刚才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架子的问题 我们这个机器便于操作的话 我们是没有把它封闭式 没有把它做的一个封闭式的门框这样的 那就是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 这个是网负热压结构 这有什么好处呢 网负热压结构 它第一个是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比常规的机器的它更快这样的 更快 对 它的速度更快这样子 单通道 单通道 对对对 那他就说配合口罩机的话 它的速度是也可以连机生产稳定 可以连机生产 对 连机的话稳定是多少片每分钟 100片 100片每分钟 对 那我们的话这个系统的话 这个系统好操作吗 这个系统操作非常简单这样的 只需要就是说每次开机的话 其实这个机器我们调整好了 知道每次只需要结膜就可以了 其他的那些参数都不需要动 就不需要说左调右调老师调不好 对这个调机师傅的这个经验 不需要 没有很高的要求 机器的话要做的越简单越好 这样的 操作越简单越好 我们基本上就调这个画面就可以了 是吧 对没错 那我们这个机器的话 看这个是用的是什么滑轨的 还有 我们用的是这个导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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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轨呢 我们是用的那个台湾的TBI的 然后导轨的话我们是用的PMI的也是台湾的 这个相对于一般国产的 是不是成本会高很多 要贵到两三倍 贵到两三倍 那为什么我们会贵这么多 我们买便宜的 我们不就可以价格给低一点吗 没有 机器我们是不是说便宜 怎么说呢 这个机器我们要考虑到客户 它使用的长期使用这样的 不是说拿过去 就是说你做个半年或者一年 机器就不能用了 我们要考虑是几年 七八年都是正常能使用的 那我看到好像我们的气缸 也是用很著名的牌子 雅德克是不是 雅德克的对 这个气缸是特制气缸这样的 特制的气缸 对 那这个是 这个网附结构的话 是有几个模具 四模 这个根据你的产品的大小 还有这个带长带短 来做这个模具的 KN95一般几个模具 KN95一出四 一出四 对 OK 我们这个模的结构是好像 这个上面是挂的是透明模 塑料模 对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托子 这个托子 对 这个是不是能防 微调机构 对 微调机构 我们这个机器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不需要你这个揪片器了 这样的 不需要揪片器 对 这个是属于自动对中吗 还是怎样 自动对中 那我们的那个指数 指模是在下面吗 没错 对 那这样的一个上一个下有什么好处呢 它这个口罩呢 它是采用的是两卷模 一卷塑料模跟一卷指模这样的 它起到一个包装出来 它起到一个什么好的 它透析快这样的 它跟普通的包装袋的话 它这个透析更快 一般是用在医疗上的这个口罩 所以现在的话尤其是冬天对吗 现在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的推崇 天安就它的防腹效果会更好 所以现在我们这款机是非常火爆的 没错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打码机 打码机 反应生产日期 批号 哦 OK 那我们这个传送带是只能用链条式的对吗 对 为什么不能用皮带呢 因为我们这个一出式这个模这里 如果用皮带的话 对于这个 对这个机器的话 它一起一停它不太好这样的 哦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电器部分 这两个电机是吗 对 两个电机 对 这个是就是那个轴对吧 对 没错 那我们这里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师傅电机的驱动器 那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东宁的 东宁的 对 多瓦的呢 750瓦 5个750瓦 一个还有一个1000瓦 另外一个1000瓦 对 哦 还有我们你看我们电控箱是每个都有号码管的 没错 对方便方便查询嘛 万一有什么问题 客户会很快的查到是哪一条线有问题 对 那不会说特别的混乱 对对对 嗯 那我们的温控器 哇 有6个温控器哦 对 因为我们这个模具比较长 我们做了一个监测的 哦 那是监测 看一下 就是说让它让它能达到均衡这样的温度 啊 那一般的常规条 是不是就这样子按照它这个这个参数差不多 这个不是 这个是根据它的膜的材质来的 因为有的膜它的要求温度高 有的膜要求温度低这样的 哦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厚度 对没错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 嗯对 上面这个膜的材质是什么材质 这个材质 是CET-PE吧 有很多种材质 这个的话磨藏比较专业一点 哦 对 后面的是透析质 对 透析质 对 这是方便消毒 方便透析 对 你做做到这个还阳雨完的之后呢 方便透析嘛 透析速度更快 ok 那我们的话是比如像这些像这些刀具呢 像这刀具是什么材质的 它耐不耐用呢 这个是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 你只要不切到硬件的话 一般用个几年都没问题 嗯 对 那像比如说像有没有这些 还有这些轴啊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工艺能保证它的一个长期使用啊 啊 对 这个轴我们都是做了 做了调子的 做了加印 然后做了平面膜 这个工艺工艺都 按照严格按照工艺来做的 哦 但是我据我所知的话 很多便宜的这些包装机好像 没有做这个调子加印吧 啊 对 嗯 所以说我们整个机器的话 我们采用了六个四伏 那我们所有的像丝杆呢 也是这个上银呢 也是这个TBI的 还有我们的七纲雅德克的 所以我们整个机器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定位是水中高端的 没错 不是这种 就是说很便宜的一个机器 对 我们没有选用那些便宜的配件这样的 哦 OK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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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